他騙過神明的話 他又跑出來又要騙神明 騙第二次的話會天打雷批 啊天打雷批打雷了就會怎樣 打雷就會下雨了嗎 打雷就下雨就有雨了啊 這個不是 邏輯不是這樣子嗎 老大想到一件事 就是現在不是缺水嗎 你們知道缺水的時候 天災人禍啊 台灣不只高雄 整個台灣都天災人禍 不是嗎 風不調雨不順啊 台灣的空氣品質都不好啊 雨不順雨又不下雨啊 你知道哪一個政治人物最應該出來 騎雨跟老天騎雨的會最有用 你知道哪一個嗎 老大突然想到啦 有人說什麼 我看一下 大家都說蔡英文喔 蔡桐蔡黃 怎麼都說蔡黃啊 有一個人說蘇光頭 史努比說蘇光頭 老大是說蘇貞昌啦 蘇光頭要出來騎雨 你知道為什麼嗎 老大分析給你們聽喔 老大講話都很有道理 都很有邏輯性的 老大在看新聞也是很有邏輯性的 你知道為什麼是蘇貞昌嗎 因為第一個他是行政院長 因為行政院長什麼事都要管 連別人的停車場 有幾個都要管嘛 那第二個是他要出來騎雨嘛 那騎雨的話是什麼 騎雨就是因為跟神明有關係嘛 他最好是跟寶生大帝騎雨啦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騙過寶生大帝嘛 對不對 他騙過寶生大帝又要跟神明騎雨的時候 因為他騙過神明 騙神明的人又在神明面前 祈禱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有人說這個CHA 所以他出來會打雷 會天打雷一匹啊 因為他騙過神明的話 他又跑出來又要騙神明 騙第二次的話會天打雷一匹 啊天打雷一匹 打雷了就會怎樣 打雷了就會下雨了嗎 哈哈哈哈 打雷就下雨就有雨了啊 這個不是這個邏輯不是這樣子嗎 寶生大帝都敢騙 你要騙第二次啊 騙第二次的話寶生大帝就會打雷嘛 一打雷下去不就雨就來了嗎 出來起雨的最有效的就是蘇貞昌啊 哈哈哈哈 沒關係我們台灣犧牲一個政治人物 換來一年的雨水那也是OK的啦 老大說的有沒有道理啊 如果有道理的話 大家去別的留言板 你就留言說 請蘇貞昌出來起雨啊 那為什麼說去問張老大 哈哈老大壞壞怎麼會壞壞呢 老大是良心給他建議 要為台灣犧牲是不是 你們的網紅都會站在第一線擋子彈的 你們這些政治人物當然也要站在第一線 為台灣的生計 為台灣的農民 為台灣的水庫高科技需要水 在所不息 對對對 阿老大這邊是開玩笑的 唉